I look in my eyes Can you see my heartbeat Swelling everywhere I go Look in my eyes I will be next to you You let me be on the line Step step where do we go now If it's love lost in the wrong 嘿早上好呀 現在是周日早上的9點多 然後剛起來錄了個妝 猜一猜看我現在在哪裡 這周到千島湖這邊來玩了 然後那邊呢就是千島湖的湖面 然後這個是一個圓景的房間 這邊全部都是留下的一些小花園 天氣超級好 陽光也挺大的 一會打算下樓去給你們拍一拍新視頻 這次出來呢主要是出來散誕星玩一下的 但是呢也是帶了一些工作過來的 這邊呢我帶了這樣子一大桌子的筷子 裡面呢是有一些要探店的衣服 所以現在呢就準備把這期視頻給你們拍掉 OK呢本次要看的這家店呢叫做陽城故事 是我們網中那邊的 然後這家店的本次數呢是573.9萬 店鋪的好評率是90%的 還蠻高的 比較偏純色系的 跟BM他們家的風格有點像 短上衣服 然後白褶裙啊 還有一些非常基礎款的衣服 那基本上每件三品的價格呢都在60到100左右 不會特別貴 而且呢我看到這家店銷量比較高的幾件衣服 他們的一些好評率也都是蠻高的 所以呢就想來試一試看 那關於我自己的一些個人的身材基本信息呢 我已經把數據都碼在這邊了 如果你們需要參考的話可以接見一下 那家裙就開始來拆我們今天的這個包裹吧 一共是這幾件 是不是就感覺鋪面而來的春天氣息 這件呢是一件短上衣的顏色呢 就是屬於這種有點偏薄荷綠的 這個厚薄程度我覺得還可以 等一倒還是挺重的 但是質量什麼的都是蠻OK的 彈力也是蠻大的 是不是超級顯白 這件我真的是太愛了 就是很顯白的感覺 非常春天 而且這個顏色就很抬膚色 然後它這塊呢 剛好能夠看到這個鋪魚的一個鎖骨的樣子 就還是蠻凸顯身材的 而且這件衣服面料上升也很舒服 那今天牽到我這個天氣呢 就是剛好是那種大太陽 我就可以直接穿出門了 外面也不用逃外套 一點都不會冷 第二件呢 我現在要站在這個露台上面給拍攝 所以一下有一些遊客啊 行人什麼的走過來 都會有一點點反應 希望大家亮解一下 然後第二件呢 是一件這種拼網調的 這件的話 整體的板型 我款式跟上一件差不多 但是它的這個 露空的一個洞 也會跟它大 面料就是那種比較粗的 這種針線的感覺 但是這顏色我覺得是非常顯白的那種 OK 那現在呢 這個是第二件 是比較偏那種天藍色的 動眼針織的是比較粗線條的 然後動起來大 輕膚度 沒有上一件那麼高 稍微有那麼一點點紮皮膚的感覺 這件粉紅色的 哦 這是一個兩件套 裡面能適配的小吊帶 然後面料什麼的 彈力也都蠻大的 但是氣味確實也是蠻重的 但是氣味 OK 這套呢 其實是溫柔小姐姐不備 它是一個這種粉色 非常嫩的這種顏色 非常非常顯白 吃皮的顏色呢 會比這個食物 稍微再淺一點點 性價格是非常的高 然後下去這件呢 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 是這一期裡面 我個人最喜歡的一件 非常春天的這種感覺 給你們打開看一下 它是這種 短款的一個 短袖開衫的這種樣子 然後也是珍珠面料的 但是它前面這個印花 我覺得真的是 太有少女心了是不是 嗯 看上去 是不是非常顯白 整個人都是亮了一個的感覺 這衣服上真的感受 真的是跟我預期中 非常的相似 好適合這個天氣的 而且還蠻清爽的 非常非常輕鬆 很柔軟的這種感覺 而且呢 它這個地方這個 收口還做得蠻大的 就不會這樣子繃緊的 這個肉這樣繃起來 一件灰色的小外套 面料呢 稍微偏厚一點 是那種硬硬的面料 不是特別柔軟的 可以拉開穿的 個微一款食材 不是戴帽子的 我個人感覺不是特別推薦 給跟我差不多身高的姐妹們 因為它真的是有點太短了 特別是這個後裤 讓你能看清楚 這個後面真的是有點太短了 所以穿上去就會感覺 後面怪怪的 但前面的話還行吧 可能要穿那種非常高的褲子 才能看起來不那麼短 最後呢 最後呢還有這樣子的兩條褲 你先來看一下這條啊 粉紅色的褲子 我是擺來搭高的套 粉色的一個兩件套的 水感是蠻不錯的 然後這個粉色味是蠻喜歡的 面料摸上去蠻柔軟的 彈力腰這塊也是蠻大的 這條褲子的面料真的是超級舒服 兩條腿就是蠻冰涼的 很清爽的那種感覺 不會特別的悶 你能感覺這條怎麼樣 我感覺這條褲子真的喜歡的 太直了 然後它還有好幾個顏色 我可以去選一下 雖然你各自也很喜歡的顏色 最後一條呢 是一條灰色的 面料會比剛剛上一條 粉色的要稍微厚那麼一點點 褲獎出租了一個開叉 也是他們家店 褲腿褲裡面賣的 比較好的一款 這條褲子倒是沒什麼異味 我覺得還可以 長度顯得雖然有方便點點短 但是這條褲子的面料啊 什麼的東西還是蠻舒服的 它這裡做了一條狀直線 就能夠更好去新鎮的身材 包括這個開叉櫃 也是蠻喜歡的 那像這褲子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 每個女生衣櫃裡面都必備的吧 OK那現在所有的衣服呢都上升完畢了 你們感覺家店怎麼樣 我個人還是蠻驚喜的 就覺得還是物有所值的 而且呢跟他家店的一些網路的描述 和買家室的描述都差不多 所以呢家店我還是挺推薦給你們的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想要 我們看的店啊 或者說側面的衣服 都可以在評論書或者私信裡面跟我說 OK那這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 那下去呢我準備去吃個午飯 然後我就去開車回航中了 下期視頻再見吧 拜拜